这是许多商家、教堂和其他室内场所所面临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在新冠疫情难以消退的情况下 如何才能让人们进入一个安全的环境 可以放心地聚集在一起 考虑到这一挑战 名为马图神的空间管理应用程序的开发人员 重新设计了产品 随后 新冠疫情爆发了 这些空间管理工具 包括每个人都在寻找的 三个关键功能 对于尤里克来说 将它的软件程序转变为可以帮助解决危机的工具 是一项令人称赞的成就 美国精英 塔伯报道